阿里巴巴都是最近的焦点之一 盘前现在正在对盘状态 就跌了百分之六 因为昨晚其实在外围都已经穿了一百元的挂 因为之前大家就看说 它一直的押着它的阴霾 就是好像买IPO这些 最近又再大家在讨论是否其实可以重启 这一类其实可能 它本身自身负面消息层面 其实可能开始消除 是否支持位可以比之前会高一点 现时来说投机的人士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对于阿里来说 如果你用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可能相对上都有个心理准备 如果你说以现时去看的时候 就看回憧憬是95元附近会有一个支持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要有一个 拿货不少过两个月的心理准备才好入市 如果不是这个状况的话 就看回之前五月那段时间的表现的时候 应该就靠近90元 相对上的支持就会比较大一点 变成是由现在去计算起的时候 或者是由昨天的收市价计算起 都有超过一成的潜在跌幅 所以我就觉得 就看定点 它真的靠稳了才入市会比较上安全 我们在交易房间 有人就想问阿里的 9988元 就问现在应不应该买入 刚才也略略有说过 其实现时来说 因为它是恒指大的拳重股 如果你说是科子来说 它也是比较大的拳重股 所以当大市气氛是比较差的时候 它的沽压方面就会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现阶段去看的话 比较上安全一些 去回到95元以下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说谨慎一点的投资者 当然就靠近90元 才考虑入市会比较安全 最主要来说 短期未必会有新的提振消息 基本上冲颈蚂蚁重启上市 另外618个购物节 这些消息都出现了 基本上都消化了 除非有新的消息出现 但我相信短期来说 可能偏向上会静一点 未必会有很多消息提振 所以看好一点才入市会好一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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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